六五成 六 regions 五ated 六島根!! 六大 Temple schar 五川岔 五川岔 五川岔天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五川岔 五川岔 天上路一 Absted 一 sebelum plac 六 años oltい gap 跳文慧 慧走南慧兵 慧走中处爬 上云山不是在风望 上云地 下走方丈汉 晴朗炎热的夏季早晨 传来一阵阵愉悦的同志欢唱声 纯真的脸庞沉浸在自己的歌声中 这是竹东镇门山大度国小 一年级的小朋友 与他们的音乐老师叶芷芸 小朋友们随着老师的琴声唱唱跳跳 时而两人一组跳起舞 时而围着大圆圈 这仿佛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 叶老师的唱游课 有小时候妈妈教他的客家民谣 小朋友最喜欢的娃娃国 娃娃兵 还有人人耳熟能详的 小皮球 香蕉油 满地开花二十一 小朋友一边翻着跟斗 一边忙数数 完全不用特别训练 跟斗一番 小朋友兴高采烈地上着他们的唱游课 叶老师对小朋友的用心由此可见 叶老师本来是带低年级的吉任导师 固定带一班学生 对教育有相当的热忱 曾经鼓励小朋友读经 认为背诵古经是文化教育扎根之不二法门 在潜移默化下 可塑造儿童优美人格 此举得到了校长的支持 也看到孩子朗朗上口送着经文 由于叶老师他自身 及身旁亲朋好友 学了法轮功之后 在身心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改善 便想要与他人分享法轮大法的好 那我得法虽然是有一段时间 可是呢 以前是懵懵懂懂的 那后来阅读这个大法 觉得大法是非常非常的宏大 所以我开始自己领悟了大法里面的一些奥妙之后 就开始有这个想 我想法是想说 把这个大法介绍给小朋友 刚开始的时候 叶芷云老师给他们班的学生 另一些李洪志大师的一些较短的文章 结果班上的小朋友反应非常好 他觉得说背起来非常的顺口 然后他很喜欢听我们法文大法里面的故事 所以带了一年下来 这班的小朋友给我的感觉就是 真的是不讲不好听的话 也不做不好的行为 在这个期间我的感觉就是他们非常的温和 非常的善良 而小朋友自己本身也真正感受到法轮大法对他们的影响 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感受到法轮大法轮上的社会 每一班在上课之中 叶老师多多少少 透露一些什么叫做真 什么叫做善 什么叫做忍 小朋友也了解 法轮功都是做好人的 叶老师就在学校成立法轮功班 利用中午休息时间 与愿意参加的小朋友 一起读转法轮 练五套功法 小朋友反应非常热烈 学校的老师也多抱着 乐观其成的态度 我很支持叶老师这样子 做的这样子活动 所以我也会跟班上的孩子说 你只要想去中午午休 你就自己上去 乖乖的就自己上去 小朋友都很期待说 老师我吃饱饭 我可以先到楼上去吗 然后我就说 等一下嘛 休息一下嘛 十二点半再上去这样 我觉得小朋友都很想要 想要时间赶快到 然后赶快上来这样子 我在了解法轮功 不是一种宗教的意义的时候 所以我就不会反对孩子去学 不然说真的我也蛮担心的 到我自己了解 可以让孩子接触我 才会让孩子去接触这样子 而这些参加法轮功班的小朋友们 在短短的一个学期 给了大家一个经验 老师们亲眼目睹了自己班上 小朋友的转变 在明白了法轮大法的法理之后 同学们开始自动自发地改善自己的行为 小朋友以前 班上有些小朋友脾气比较冲动 那可能有时候讲话会 就是脱口的时候就会骂人啊 或者怎么样 可是现在学了大法之后 小孩子就会说 你怎么骂我 你得给我了哦 或者是骂人的话 得就给他了 划不来 所以小孩子就会 他就会把话收回去 然后经过思考 说该怎么样解决这样子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例子是 他很聪明 可是不爱读书 连作业都不写 对 然后中午上来 他们时间到就 很想就赶快冲上来 那很难想象 一个不爱写作业的小朋友 竟然可以 对一个东西他很有兴趣 然后中午上来 他现在就是每个礼拜二 礼拜四他上来 然后他现在 整个学习态度也不错 然后你跟他讲什么 他也听得进去 那我是觉得 从内心整个转变过来 我觉得整个改变很多 对 这不是说我们 用任何书本 用任何的态度去压他 去要他读什么 那种没有 都没有那种效果这么棒 对 我们学法轮功的孩子 他慢慢会知道说 我们要进来试掌 我们要爱护小动物 这种小动作就会让小孩子 他自己有自己的 叫做他自己有自己的一把尺在里面 他们自己慢慢会知道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寒假了 在同学们的要求下 叶芷云老师办了一个东令营班的活动 在短短两天的学法练功 老师们很压抑地发现 以前一些行为差异的小孩 开始有了良好的表现 我们班上有一位孩子 就是他从以前 就是常常就是那种脾气很暴躁 然后骂人家的话就是 讲很难听 有时候会诅咒人家怎么样 可是呢 他在有一次就是孩子的谈话当中说 他不会骂 他比较有改进 比较没有像以前这样脾气那么暴躁 然后别人骂他 他还会说谢谢 我觉得对他的改变真的蛮大 我也很讶异 我觉得这个孩子给我的感受比较深刻 这东令营办下来的时候 很多老师就反映了 我们班上小朋友感觉他在改变 为什么他以前不写作业 为什么他已经讲了很多的脏话 现在都不见了 为什么他们都发觉说 我不小心说错话了 他会把嘴巴捂起来 甚至于说 老师我真的是很抱歉 我不想骂人的 可是我现在 我改过了 他们会去跟老师道歉 所谓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要让一个人 真正地从内心改变他自己的行为 毕竟是很不容易的 是什么样的动力 可以让叶芷芸 坚持办法轮大法读书班 并且得到同学们的热忱参与 我开始我 因为我觉得这个大法非常地好 可是我总觉得说 如果我自己本身没有改变的话 是很难去影响 老师一再提 要求就是我们心性上的提高 所以我从基本上 我自己的 自己在 我很多的原型 自己去改变 我的小孩看到我的改变 然后他们都很惊讶 叶芷芸的改变 使得他们全家及邻居 也开始学法轮大法 使得原本和乐的家庭 更幸福了 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和谐 所以叶芷芸一直希望 更多的人都能来学法轮大法 尤其小孩是这个世界 未来的主人翁 我们也都知道 小孩子的可塑性非常高 大家也一直非常注意 小孩的教育 身为一个小学教育者 叶芷芸特别认同 李洪志大师 在欧洲法会上讲法里 对教育的重视 老师说 对孩子的放纵 对孩子来说 根本就是没有教养 整个教育是失败的 为人类负责 一定要教育孩子 告诉他们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他们都会装进脑子里 就像一个皮包 这个皮包里装了一些 个金子 那么人家会说 你这是金子 你的皮包里装了一些 个土 那么人家会说 这是土 所以人就是这样 你的脑子里装了一些 好的东西 你就是个好人 保证你做任何事情 思想一动念 都是好念头 你装了一些不好的思想 你的行为 干什么事情都是坏事 想的问题都是坏的 坏思想 因此 法轮大法里 教人要从一个好人做起 并在日常生活中 努力地实践 真 善 忍的法理 而获得了共鸣 我觉得大家应该好好的 让孩子从小来学习法轮功会更好 因为我觉得 我们现在社会 那种青少年 这种犯罪力这么高 我觉得要让他从小 能够培养这种 叫做德性教育的话 我觉得我们到最后 根本不需要去 一定要去规范他 这个法律到最后 也不需要用 只要他能够自己 有信心违法持 我觉得就是 对他就是最大的财富 在一次偶然的聚会上 叶芷云认识 同事法轮功学员 并在彰化市太和国小 教书的陈金梅老师 经由叶芷云的推荐 陈金梅老师 配合学校 推行 让孩子读出 美丽人生之儿童读书会活动 大力推荐班上小朋友 读一本不一样的书 转法轮 开始于每周 二、四、中午的时间 借着读书交流讨论 同学们的改变 间接地让家长 感到欣慰与认同 也道出了小孩的转变 他转变很大 第一 不会跟我那个小孩子吵架 也不会打他 第二 我不会跟我那个 比较不会滚我发脾气 我问他说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多 他说 没办法 我们老师现在都有教我们 看一本那个法人 赞法人 我说你这样很好啊 其实真的 这次真的改变了很多 我感觉到 像我们叫他做什么工作 他都不会 都不会跟你说 不要啊 怎样怎样 他都不会讲这些话的 我们隔壁的时候 你们那个女儿 现在改变了好多 是对啊 我是觉得说 他这样是蛮活泼的啦 小孩子都变得比较活泼 好像班上好像都很热络 感情都很融洽 这样子啊 也比较会替我分担说 我的心情上的压力啊 还是什么的压力啊 他都会这样讲 像有时候故意跟他喊说 拜托你们用空一点 然后然后不许会又讲出去 妈妈没关系 从我的零用钱里面扣就好了 他都会这样讲这样子 会替我想这样子 他六年级以前 是比较属于封闭性啊 而且比较不会表达 然后比较内向的 他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六年级以后 我就觉得他 怎么好像什么话 都会说的啦 就比较幽默那种感觉 他有时候会故意 讲一些很幽默的话 让学伴这样哄堂大笑 平常 同学借着学校的联络簿 与班导陈金梅老师 讨论他们自己读转法轮的心得 与实践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遇到问题时 同学们也会主动找陈金梅老师切磋 同学们与陈老师 及同学与同学的相处 都展现了良性的互动 在联络簿上 同学们打开心窗 自理行间 无不诚挚感人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我们是经过许多考验和磨难 所培养出来的一对 有不同享 有难同当的朋友 也因为我们的个性都很倔强 所以闹出不少风波 记得有一次闹得特别厉害 后来因大法有一句话 凡时站在对方立场上来想 我照着做 发现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正当我想向他道歉时 他竟然就先向我赔罪了 就因为我们都站在对方立场想 结果结束了这场风波 我们的友情变得更坚固 更屹立不摇 这是大法给我的职友 一个彼此照顾的职友 还有一次他被叹了我 让我一往的最新又会大发雷霆 但是我没有 因为我尝到了上次的独播 所以我很快就原谅他了 毕竟他是我的职友 我们曾经碰不灌烂 但最主要的 是我把大法的法理记在网中 这次的世界 我出一个方式 只是将大法教我的实际做出来罢 只因大法的一句话 让我拥有了一个知心 有人说 春风扑面接朋友 绿命自应难上难 要不是大法法理教我忍 如今我将上司一位知心 写得太棒了 我们给云宁鼓励鼓励 即使只是小小的年级 也因为学了法轮大法 对于自杀这个问题 相较于大人的见解 亦不遑多让 最近新闻上常常在播一些 有关于自杀的问题 我认为自杀是一种最笨的解决方法 也许很多人都觉得自杀是一种 疏解压力的方法 但在李洪志老师的书《钻马轮》 296页上有提到 如果你在人类这一空间自杀的话 还有很多空间的你 依然还是存在的 所以就算你以为 在人类这个空间自杀 就能一了百了的话 那你想的就是错误了 在宇宙空间中有成千上万的你 所以即使你现在自杀了 其他空间中还有云术的你 而且你会掉到一个很可怕的境地 不过你还是一直重路着 过以前的生活 这是比自杀还要痛苦的事 所以我在这奉劝大家一句话 自杀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如果你真的有想自杀的念头 一定要去看看《转法轮》这本书 等你看完了 了解了生命的意义之后 我想你也就不会有 再也不会有想自杀的念头了 大家一定很好奇 一个人为什么读了《转法轮》后 就会对他自己的人生 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位 并且清楚地知道 什么是该做的 什么是不该做的 他就《转法轮》这本书 他里面所提到一些生死的观念 甚至一些我们生命的意义的 这方面的问题 能够深深地让小朋友了解到 什么是善 什么是要做好事 什么叫做好人 让小孩子能够真正去了解自己是什么 真正培养起那种向善的一颗心 对于每个小孩子一些品德的养成 有非常正面的帮助 我觉得就这方面而言 真的是给孩子最好的东西 由于读法练功 林珊琪同学明显地改变许多 他与大家分享了他的心得与体验 自从我开始读这本书《转法轮》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好像有人莫大的改变 我发现自己会忍耐别人 会时常帮助别人看很多很多 以前我很少做到 或者不会忍耐的事我都做到了 有许是在转法轮里 同时老师都是我们很多怀疑 可是有些 可是有许多我都不太懂 但是那般倒就留后 大部分都了解自己也会去实情 可是还是有一些不太懂 不过我想这些怀疑的 为我能不能长大 都会自己亲身体验 心力或体会掉的 而另一位同学赖运林 因为在生活上种种的改变 使得他的母亲 在谈到自己女儿的转变时 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他要会照顾弟弟妹妹 有的时候 弟弟如果做错事的话 他会就证他 还有 还有妹妹最近受伤 他叫她做什么事情 她就帮忙做 他叫她拿什么东西 还是去楼下拿茶拿什么 她都义务帮忙 那以前的话应该会计较一下 说为什么我要帮她拿东西 这样子 还有 她 她现在真的比较乖了 比较听话了 你们在笑什么 真的啊 所以其实真的 真的 有的时候 我讲一句 他回嘴两三句 那现在嘛 只会说 好 好 好 三个字 好 所以应该算是有改变 这样的例子 在泰和国小六年五班 不声美举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毛毛与家凯 谈到他们自己的改变 有年龄下学期的时候 班导拿了一本 赵导伦纳的读 那时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班导会这么喜欢读这本书 自从我读了之后 我才知道这本书的东西 同时我也觉得 我亲信很高的读书 不再像以前那样读码 变得更懂事的 这一切都要感谢这本书的过程 我们的字老师 不过 变得把人工 应该要把所有的读书 都相反不好的想法剃掉 可是如果做一些不好的事 或讲不好的话 就会得到黑色物质 但这一本证法 我绝对是好读 也是一本使我心绪提高的诗 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做到 以后终于增 煞 煞 一个 是三个字 以前做坏事的时候 就觉得 做坏事都没关系 反正 又没人知道 现在 现在做坏事都会想到 做坏事的黑色物质会增加 白色物质会减少 而做好事 白色物质会增加 所以 比较不会做坏事 陈金美老师 刚开始鼓励班上同学 读转法轮时 为减少同学们 要不要买书的困扰 因此自费 买了四十二本转法轮 放在教室里供同学读 当同学们亲身感受到 读法对他们的益处时 就有同学希望自己 能够拥有转法轮这一本书 如果自己能拥有一本转法轮 是最好的 但是 我自己 我也会天天读 不然下课的时候 也可以来学校找老师 老师 我毕业以后 可不可以把转法轮给我 同学们非常喜欢转法轮 总在联络部吐露他们的心声 同言同语 扑着而动人 很高兴的明天可以读法了 每天 每当要读法的前一天 心里总是很自然的全身舒畅的 那种感觉啊 简直是无法用言语说得通的 同学深深感受到 读转法轮后 对自己的提升 并感受到生命的真正美好 孩子们由内心深处 引发共鸣 是那么的自然与真实 有用说 最伟大的老师 不但为我们开一扇门 而且指出一条路 不但指出那条路 而且带我们走过去 且在我们在要成功时 隐藏了他自己 潘台诊也说 百变的花火就生散在我们的新田里 不需要到陌生的花园里去摘 是因为是经班导的介绍 使我接触了法轮大法 也因为接触了法轮大法 使我心心提升 所以这两句话 让我接受了法轮大法 就是感受到法轮大法 李毛智老师的可怠与伟大 只要你真正了解生命的意义 其实生活是可以很有意义的 法轮大法 法轮功 或许可以为你开启 另一扇春天的门 就像竹东横山大度国小 及彰化太和国小的小朋友们 他们的行为改变了 他们的心灵得到了丰盈的滋润 不仅如此 这些又嫩的生命 身心逐渐开展与升华 而且正走在一条灵性追求的 康庄大道上 他们才真正是人类未来的希望 如果真的无法 感谢您的观看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